這題目是你解決的位置 6的x次方等於7 把你的答案叫做3匙 這個有個note來提出來 就是a的x次方等於b 其實跟哪一條equation是一樣的呢 就是x等於lock b base a x等於lock b base a 左邊這個就是一個exponential equation 這個未知數在次方 而這邊這個就是lock b的equation 這個未知數就出來在左邊 即是如果你看到這一類的exponential equation 你可以把它直接拆成這一類lock b的equation 就算到未知數x了 所以這裡6的x次方等於7 就是exponential equation 因為未知數是在次方 你會把它變成lock b的equation 如果6的x次方等於7 我們就可以寫作x等於lock b base a 6 這裡是6的x次方 所以這個b就是6 因此這個b就放在這裡 lock b base a 6 所以你按計數機就會出到1.09 就好了 記得按一條灰色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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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計數機的按法就是lock 開括號 輸入了一個base 然後輸入一個base 原來再輸入一個數字7 關括號輸入 x就算到1.09 套下去的題目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6的1.09次方大約就是7 至少 至少 至少